第21題 有一杯一公升的硫酸溶液 已知其中含有4.9公克的硫酸 向緣將此溶液倒入一公升的水中 形成兩公升的溶液 稀釋後的硫酸溶液 其木耳濃度因爲多少大M 我們曉得稀釋後的 結果它的溶質的木耳數不會改變 所以它還是有4.9公克的硫酸 那我們算木耳濃度需要木耳 質量怎麼換成木耳呢 質量要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硫酸是H2SO4 根據它告訴我的 原子量 它有一個氫濕一有兩個氫 那麼有一個硫是32它有一個硫 一個氧是16它有4個氧 所以算出來它的分子量是98 所以我們有4.9公克除以98 它的木耳數是0.05木耳 那麼最後配合的結果是兩大M 大M是體積分之木耳 所以它有0.05木耳 它有兩大兩公升 所以是0.025大M 所以我們第21題問我們說 稀釋後的硫酸容易其木耳濃度因爲多少大M 我們答案選擇是A 0.025大M 外圍依告訴它 炸至硫酸 它真是有0. Kansas